大家好,我是SO主播 那么这会儿开始呢,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了啊 刚才的话都是录像啊,这会儿是直播 那么今天呢,是直播什么呢 今天是咱们是准备直播一下这个17时代SO的一场这个5V5的战队争霸赛的这个第三场小组战啊 呃,这场这个比赛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个比赛是这个17时代SO2018年第41届5V5战队争霸赛啊 那么今天呢,是这个4月28号 那4月28号的话是这个比赛的第三场小组赛 这个比赛是分成海雪赛和小组赛两个阶段啊 那么这个海雪赛呢,这个已经结束了 呃,前两个礼拜的话进行了分别进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的这个小组赛啊 那么今天是第三场的这个小组赛 四场小组赛全部打完之后啊,会再进行一个四强的这排位赛 排位赛结束之后的话就分成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了 这个比赛的主要奖励的话就是人民币的现金奖励啊 那么第一名是2800,第二名是1800,第三名的话是1300,第四名的话是650 除了人民币现金奖励以外,游戏当中还会有这个金牌银牌铜牌 以及这个绝版勋章各一枚啊 呃,完了以后的话还会有宠物的30天buff药水10级的啊 那么这个这是这个比赛的这个大致情况啊 今天是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个第三场小组赛 小组赛只要夺冠啊 那么也就是说你已经杀戮四强了,至少能获得第四名的奖励啊 后面的话这个到底能获得第几就看你能拿到多少名了啊 呃,那么这会儿的话这个比赛还有一会儿啊 这边的话是广场,我们往这个比赛场地内走啊 啊,陆陆续续有很多选手的话都已经入场了 这个比赛的话第一场小组赛的话是必须是这个呃 有海雪当中获得门票的选手才能获才能个入围才能进入场内啊 从第二场到第三第四场的话是可以购买门票的 当然如果你也可以在海雪当中获得门票 你也可以通过声望的方式来购买门票啊 8000声望就可以获得了 以前有个人龙的话有个人龙的话就兴奋死了是吧 哎呀,兄弟们你们在这个公平上聊啥呢 呃,现在还是单身汪的这个80后啊 这伤害是吧啊,这刚才的视频的事情是吧 那么这会儿的话咱们可以看一下场内的情况啊 先看有多少场多少选手入场了 啊,现在是25位选手啊 那么还有9分钟啊,9分钟以后的话比赛才开始 还有选手的话在这个陆陆续续的入场啊 但是今天这比赛是5V5的啊,如果是这个单号选手就别进来了 那像这位选手你这一个号进来干嘛呀 啊,也可能他没有组队啊 我们一会儿这个开始之前啊,先要看看这个 先来选出一个大家所看好的这个弹队呢 这边怎么老有人这个论剩余片呢 这,你们这个比赛加比赛还有论剩余片呢 还在有选手陆续续续入场啊 现在已经27位选手了 比赛还有8分钟,8分钟以后开始 那么反正还有一会儿时间啊,咱们干脆介绍一下这个服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这个服的话是17SO这个服的名字啊 然后这个服的特点是这个仿官方设定啊 游戏基础经验的话是60倍 那么这个游戏的特色的话是采用2.5PK模式啊 同时的话融合了这个后续的这个任务玩法以及地图啊 各大村庄也都有啊,村庄啊之类的一直开到了魔域啊 除此以外的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个新地图 那么这个服呢,它有个特点就是这个 嗯,人物本身主体是无职业的 那么它也有一些这个特定的这个规则 因为它的这个理念啊,就是暴龙万象啊 它也有职业系统 但是它的职业系统只能在特定的地图使用 也就是说这个主要地图都是没有职业的 那么有极个别的小地图 它可以这个玩,可以这个有职业呢 你以前玩的时候是练机,没有做起的时候是吧 说真心话 主播当年的话就玩过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的话 我记得我还是初中啊 是初二还是初三那会儿 然后的话被朋友拿进去的啊 在这个玩时期之前啊 我以前玩的是这个星际争霸啊 然后的话这个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想啊 那会我刚进去的时候 我记得是买了一张 买了个新手新手礼包啊 新手礼包 然后的话这个 用一个序列号 然后才能注册的 那你小学时候玩的是吧 哇塞 我是这个初中的时候啊 呃 然后的话这个 我记得我刚玩那会儿是1.82 你说的那个 没有做起那个年代 就是1.82 呃 我当时的话就玩到那个那个年代 而且那个年代不单纯是没做起 连交易系统都没有的 那我我当时有幸啊 这个在1.82当中啊 完成了一次这个非常原始的交易 当然是我是被骗的 这个现在想起来还是记忆有心啊 很多事情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很记得的 在1.82年代实际时代当中的玩家 是怎么交易的呢 假设这里是一个小房间 一般情况下去什么百人道场啊之类的 很少有人进去的地方 然后的话两边两个人站开啊 你在上面我站下面 然后呢先说好你要交易什么东西 然后各自把各自想要交易东西扔在地上啊 然后呢 然后的话两边从呃 走向对面那边 然后的话双方捡起对方的东西啊 这个是正常模板 呃 主播晚上的话多播点攻略视频是吧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问嘛 那我可以我知道的话我会解答的啊 我记得那会儿的话这个我遇到个骗子啊 直接这个把东西一丢 然后我就兴趣充充的往他那边走啊 然后我也把他我的东西丢出来了 结果那人他不动啊 我想那人怎么这么傻呀 对我这么放心啊 这结果这个我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往回走啊 然后的话把他东西他突然这个把他东西捡起来 然后我这还没反应过来呢 他就冲到了我的面前 然后把我的东西给剪掉了 然后我的东西就全没了 玩到2.5的话就官府了是吧 都玩不来石器了 什么时候的话弄个拿宠攻略来玩玩是吧 像这个石器服的话 他有个特点就是你新建 新建人物之后啊 他本身就会有这个赠送水魔和座齐啊 赠送水魔和座齐之后 你可以很方便的这个先初期炼击 炼击也很方便啊 他会赠送一套新手装备 如果然后直接带上就行 那就是我现在穿的这套就是新手装备 戴上之后的话是每回合会自动回血和回气 然后的话这个嗯 就可以练初始的初始的宠物 如果你把新手装备丢掉了 也可以在这边用这个声望一声望就能买啊 完了以后的话练击很方便 这边有练击组队传送啊 单轮传送也可以组队传送也可以 这边的话多少集都有啊 从这个20集到这个150集 那你20集之前在哪练啊 村外村外就可以直接20集之前练击很方便啊 练击之类的都非常方便 那么这个转转身这块其实是蛮难的是吧 在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个转身其实是蛮困难的 哎感谢这个梦醒气氛啊丢的这个虎粮啊 感谢沉默不代表的虎粮非常感谢 那么这个可以在这个这边就直接成棱 成棱之后呢在这边做四大洞穴 四大洞穴只要对话一下就能完成 全部完成之后啊 从这边村长朋友旁边啊 那就可以去进行转身 这些是这个基础啊 这些只要了解了 后面的东西都好办 那反正现在比赛还没开始 我们可以再聊一会儿这方面的内容啊 那比如说你想抓一些这个非常怀旧的宠物啊 这边是可以直接传送到这个捉虫的地方的 需要每次传送需要消耗一身旺 以前你记得天天挂机的话打大象是吧 呃现在的话打大象很方便 直接传送到那边就可以去打大象了 那这边可以直接传送过去 大象的地方好像是 八十几的地方 对就这地方啊 这里就是打大象的 我遇个敌看看就知道了 啊这个就是大象呢 金爆的话哪里可以做啊 金爆我记得是在金爆洞穴 诸金爆需要这个先去封印这个火戒指 这个具体的话建议还是去论坛上搜一下攻略 论坛上应该是有完整攻略的 因为这个我也一时半会也说不清 你得把那个火戒指给他这个 呃拿到 然后还要封印一下 现在我们看一下 哇塞已经有63位选63队选手了呀 哇塞今天这个比赛看来要打通宵啊 这么这么多人队伍啊 我的天呐 这么多队伍啊 这我就惊呆了 这这以前这个比赛啊 以前的时候这个比赛的这个路位门票啊 他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要个人积分才能买 那么这个现在的这个门返降低了 只要深温才能买了 结果这个场内的选手数量有点多呀 我的天呐 这么多选手啊 我的天呐 这有点这个有点多啊 而且这个比赛呢 由于这个金爆在金爆洞穴 金爆洞穴是我记得好像是这个 从封城那边可以过去 具体的话得在论坛上搜一下 这个 这个我现在记得也不清楚啊 可以看好久了是吧 马上开始了 还有差不多这个一分钟的样子 现在这会儿还有人在这个还没路场 你们这个要路场 你们就赶快啊 你别这个等到快要这个 都马上要这个呃 路场了 你这会儿都马上要开始了 你这会儿才路场啊 你这一会儿这个呃 一会儿这个感谢沉默一天的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非常感谢 66位 感谢梦醒这个戚风的这个宝剑啊 非常感谢 喜欢的兄弟们记得右上角的话订阅点一点啊 玩了三天了的话只有一转是吧 玩了三天只有一转啊 呃 嗯不过这个反正现在实际这个游戏啊 不像其他的网络游戏 你要追等级啊 啥的你可以慢慢玩 那没必要这个呃 特别着急 我我自己个人也是以一个非常缓的心态来玩的 我是按照什么心态来玩呢 我记得这个以前我是这个玩实际之前 我玩过一段时间的呃 gameboy那会儿我在玩这个口袋妖怪啊 口袋妖怪黄还是绿啊 然后呢这个当时我记得这个 呃我就把这个游戏到作为口袋妖怪的网络版来玩的 哇塞这俩队伍可可可 这俩队伍看着太整齐了啊 呃我们再看看别的队伍 感觉这俩队伍 这个上面这个队伍是精英队伍 他应该不至于被淘汰 我再换个队伍啊 好吧就看这个队伍吧 这个队伍的话上方这个座棋啊以前没见过啊 黑色的这个金飞龙没见过 黑色的飞龙没见过 那么这个下方的话是一个这个白虎战队 哇塞 然后下方的话是提升攻击力啊 双方的话这个下方这个队伍他比较有套路啊 先降低灵灵灵节玩了提升我自己的攻击力 属性双方都被转了 下载下来这个 玩不了玩不了你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一般这个在主页上面有一个安装说明 安装说明上面这个照着做一般都可以玩的 或者你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呃 向我提问啊 我这个知道的话就会不能解答 第一回合的话 这俩队伍两人的话基本上全是用了这个回旋梯啊 如果这两个队伍当中没有功能的话 一会我们就换个队伍换一组人来看啊 因为有功能队伍看起来特别的刺激 现在什么坐骑比较好啊 这个服这一点做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坐骑这块它比较平衡 就是关键看你喜欢什么什么外观的这个坐骑 它每一只坐骑啊 每一种坐骑它都有不同的这个属性分配 哦功能出手了 但是这波功能出手啊 没有这个吃到属性优势 所以这个骑各种坐骑的都有 有骑白虎的 也有骑这个金飞龙的 关键看你是喜欢什么样的属性搭配啊 用防敏的这种类型的这个坐骑的玩家还是比较多的 如果在单屁当中啊 你用什么双肩枪之类的 用全攻击力高的这个坐骑的玩家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在全场中防敏的坐骑还是比较多 也有用这个高防的这个坐骑的 高防坐骑就是敏捷第一点 下方队伍这会儿的话是开始激活这个工人了啊 我以为是激活原来他是单屁 现在玩这个的话是全体还是 全敏啊 团战5v5当中啊 一般是四个敏人啊 常规玩法 四个敏人 一个工人 呃这个是常规主流玩法 那么同时的话也有一些稍微变种的 比如说五个敏人 五个敏人的话用诅咒流啊 从有个技能叫诅咒啊 用这个技能配合上精灵五个敏人来打 那么还有一种变种呢 就是这个三个敏人一个呃 第一名这个雪房人啊 配合上一个功能 然后第一名雪房人的话 作为一个收官的这个呃 收官的这个动作来做啊 然后的话这个这样子 还变种还有很多啊 我只是举的其中这么几种比较常见的呢 呃 当然我自己其实 对PK这块其实也没有太深入的研究了 我玩的很休闲的啊 那么第一回合的话 第二第三个回合第三个回合结束了啊 第三个回合结束的话 上方有一一位选手啊 这个血线稍微有点压力的 感谢属于我的丢的这个虎粮啊 啊 下方队伍的话 依然是选择了这个单点功能 哦 这把不是单点了 这把是集合功能了 已经有两个宠物的话 对战功能了 三个 看来是想要击杀这个功能的中拳宠 功能中拳宠 不知道能否保得住啊 下方这回合的话 其实还是蛮伤的 他自身的话 也被控了不少单位啊 感谢沉默的这个怼啊 感谢这个属于我的这个虎粮 十个非常感谢 回先踢 继续回先踢 双方队伍的是打算要清场 先把这个下方队伍的这个宠物清一清 完了以后再对付你的这个人物啊 下方呢 他是选择了想要这个直接单点点杀你的这个工人 但是单点点杀工人 他有个特点就是必须得把这个工人中拳宠先杀掉 或者控掉 否则你这个战略意图就实现不了 这个进化 这个进化相当于指进化的一个 一只宠物啊 还是有点亏 哇这工人的这个 这个精灵啊这个被破的很多啊 好精灵被破完了 上方的工人不知道有没有被控住 哦上方工人好像是没出手啊 这个是没出手还是被控住了 也看不出来这会儿 那么下方队伍的话 这个在第四回合的话 这个损失了两只宠物啊 场内的话已经有选手的话 这个战败了的 大家如果这个运行上有什么问题啊 你可以这个直接提问呢 呃 我虽然这个对于PK啊 没有太过深入的研究啊 但是这个基本运行这些啊 我也是玩了挺多年了的 这把好像是要 难道是要这个 单点其他敏人吗 这这回合突然不在这个集火工人了 啊上方队伍的话用了诅咒啊 诅咒这个技能的话 是这个十些艘的一个特有技能 它是一个原创技能 呃它可以降低这个目标单位的 这个有抗性 这个抗性就是呢 这种精灵的抗性 什么石化睡眠啊 混乱啊之类的精灵的抗性 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技能 叫做这个祝福 叫做祈福啊 这个技能的话可以这个 让你免受阻止的这个影响 啊这把工人的话出手啊 命中率还可以 中了三个单位 但是没有属性优势 上方工人有属性优势 1500 2400 哇塞非常漂亮 直接射杀了一只宠物啊 完了以后有一个人物的话 这个血是残血状态 而且的话很可能已经被落马 果然已经被落马 哇塞 那么这个刚才这一下的话 1500的伤害是相当高的 关键是这个坐骑是直接被打下来了 呃直接被打下坐骑是很伤啊 那么这个没有了坐骑的话 这些对下方队伍来说 这会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你是采血状态 同时的话功能又中了麻痹 也就是说你下个回合上方 哇塞 不过上方队伍其实也是蛮大风险的 就看谁能把握出自己的机会了 从这个局面上看是上方 哦 哎呀 哎呀我的天呐 我这样说上方占优势啊 结果这个上方直接被天天击杀了 哎 还有没关系 还有个替身娃娃啊 还替身娃娃满血复活 啊 哎呀 天呐 要不让他去啊 这个这我真不能说呀 这我一说这个 他的满血复活没关系 他直接被击飞了 我这 这我都 我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我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这这这这 这让我说什么好的 这 哎呀那这样一来的话 下方队伍就占尽了 占尽了绝对的优势啊 他这会的话这个 只要能稳得住这回合 他已经把那个 落马的选手的话 这个回上血线了 我只要稳住这回合 他就 后面他就没问题了 那保住这个人物 功能再射杀的话 下个回合 多拖几个回合 他一定能赢啊 900多 有点风险 哇他功能出手了 还好没色纵啊 没色纵 就算熬过这一关了 350 被击杀了 哎呦我天呐 这这这这 这法太惨烈了 这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这我说下方这个 熬过这一关了 这个又被击杀了啊 这 呃这俩队伍的话 已经打成了个残局了 哈哈哈 我们换个队伍来看啊 我们换 换两组来看 这两组来这个打成残局了 他们很可能是 呃和这一次的这个 呃比赛的这个冠军啊 是失之交臂了 因为这个第一轮啊 就是这个打成4v4了 他就算能打赢 后面四个人也不可能打赢 其他五个人呢 哎呀真是没办法 咱们只能换换另外一对了啊 刚才那对咱就无视他 那不管了 咱就看这一对啊 这一对的话 我看看有没有输了 走走羊 呃期待起个名字真男 我记得上面这个队伍的话 不知道他好像是改过名啊 我记得以前 我在观战这个庄园站的时候 有一个队伍站队名字 叫做起个名字 真男还是好男的啊 我感觉实力还是不俗的 所以这把的话 我看好上方队伍 那 呃 其实我真正看好的原因就是 我看的时候 下方队伍已经死宠了啊 上方的话 我会偷偷我的 那一直不死 那肯定是看好上面的队伍嘛 那偷偷我的 啊这波很漂亮 我刚才看了一下 1400的血啊 直接把这位选手打残了 这把肯定没问题啊 这把上方队伍是 占足了优势的 功能出手 2600 呃 不管怎么样啊 这波还是可以的 那么下方队伍的话 一名选手是 探取状态 一只宠物也是探取状态 那对上方队伍来说的话 上方队伍只是有一个人物被空了而已 呃 血线都是非常的这个充足的 5v5的话 其实这个战术上啊 其实也是根据了蛮多个交替的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呢 是这个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刚玩那会儿 有人弄过5个功能的 有人弄过5个功能的 然后的话 这个呃 直接这个呃 直接出手啊 运气好的时候还不错 两回合就把对方的这个宠物 飞了个金光啊 那么运气不好的时候 但是这个5个功能队伍这个参与 凡是参与比赛 从来没有得过关键 因为他的发挥实在是 太看运气了 你运气好 没问题 运气不好 三四个回合啊 你要么就是你射飞他 要么就是他被你射飞啊 这个特别的这个 你被他射飞啊 特别的快 所以这个比赛当中都没有夺冠的 那么有段时间的话 5敏人的队伍啊 是特别的流行啊 那么后来的话 这个出了一些什么装备鉴定啊 呃这个系统 然后功能的话 这个平衡性做了一些的补助啊 然后的话这个呃 四敏人一功能的这个组合就相对多一些 四个功能的话 一带一个五 呃敏人的话 这个五 五只鸡啊 然后一块打是吧 我记得我玩的那会儿 我玩的那会儿 1给8的时候PK啊 当时当时没有满级 当时我记得也就70来级还是60来级啊 然后又呃 跟同学也弄过一次PK 当时那个PK是大家是没有做齐的 呃 然后我弄过好像是3v3还是鸡鱼鸡啊 然后的话这个摩托就飞 这个宠物的这个被水打到了人物 人物直接就飞啊 那会儿我记得所有人都是家的敏捷 然后的话这个敏捷越高越好 啊下方队伍的话这波功能射的还可以 但是没吃到属性优势啊 攻击力不够 但起码的话下方队伍总算是把这个 宠物都复活了 那么血线上的话双方差不多 应该说下方的话这个 应该算是扳回一点了 就目前场上的这个属性来看的话 上方队伍是D属性啊 D属性转完之后变火属性 下方的话是这个火属性转完之后变了D属性 属性刚好颠倒一下 然后在场属性是火属性 对上方有利啊 下方如果想要拿到主动权 要么就是转对方 要么就是转自己 或者就是来个D属性盖掉火属性 第一个单点没中 他应该是想要这个遏制对方的这个宠物的这个回旋梯啊 好顺便中了一个降低对方秉杰 好上方队伍的这个单点也没中啊 好回旋梯 以前的版本的话不敢给功能的话加镜子 要不的话必中是吧 现在的版本也是一样啊 这个功能打了这个镜子之后对面的话是必中的 那么现在的这个有的玩家是什么什么套路呢 他用一个呃 他先放一个镜子 用一个高米选手先放一个镜子给功能 然后再用一个低米选手啊 套个守护给功能 然后在这个镜子上面再套一层守护 这样子的话这个呃 镜子就不会被这个呃 被打的时候就会先触发这个守护啊 直到守护被破完之后才触发这个镜子 哦 上方队伍的话有一只宠物的话被功能击杀 在没有吃到属性的情况下这个磨掉的磨死的啊 哇塞 我可是看好上方队伍的啊 上方这位选手你可得争口气啊 这个你可千万别被翻过来了啊 这个我一看我一观战的时候我就看好你 你这如果不争口气我这呃 我这就太尴尬了 呃 呃 我记得我玩那会儿的话 这个1.82那会儿我是懵懂不知啊 根本不知道怎么玩啊 然后的话就让我同学的话指引的这么走啊 到了2.0那会儿我好像呃 就相对好些 主播的话是被利嘴是吧 说哪个队伍赢哪个队伍就输 我可没说他他赢啊 我只说他我看好他呢 呃 但是我看好玩之后我感觉局面有一点点这个 有一点点性慌啊 到2.0那会儿的话我记得我就稍微有一点自己理解呢 那会儿2.0那会儿我就玩过一段时间 纯功能 纯功能练集 我记得人家都是这个组队练集 我那会儿没法组队练集 我就在服 呃 服村啊 来回的话这个拿个工具 呵呵呵 去在那练人物的等级啊 哇塞 这波的哇天呐 这波的话一下实化中了3 这难道这个局面真的要是扭转了吗 而且的话上方队伍的这个功能的中全冲也被这个实化了 功能的中全冲被实化是很伤的一件事情啊 主播的话我是哪个区的 呃我是这个我现在在活动一线啊 实现SO呢这个服务的他所有的这个线路啊 全是数据互通的 呃练集的时候你可以去些人少的线啊 然后呢活动线的话一般在一线 呃摆摊交易线的一般在4号线 足战的话是在2号线 他每个线的话用途不一样啊 像这会儿咱们是在一线 然后的话一线的这个 呃 地下这个竞技场啊 然后的话在这边观战 那么这回合结束之后的上方队伍是相当不利啊 这个两名选手被控 两只宠物被控 关键是功能的中全手被控 导致他下一个回合功能必然不能出手啊 否则的话功能就太危险了 我去啊我这个喝口水就来呛倒了哎 哎 玩官府的时候是在哪个区啊啊 啊 玩官府那会儿的话我记得我是在上海网同期 呃 我玩过我主要我就玩过上海网同期 然后我一开始还进过这个北通北京的那个北京网同呢 呃 北京好像一区还是哪二区 反正也进过北京区的 我最早不会玩的时候我进了北京区 哇塞我天呐 这个上方队伍的话又冲我被击杀了啊 哎呀我去啊这局面真的要翻过来了 呃 后来这个我同学这个 因为我跟同学都是上海的嘛 后来我同学说你这个进北京区速度慢啊 然后的话这个后来我就改换蒙庭了啊 到了这个上海网同期 你是在北京这个巴达岭的是吧 呃 我那会儿是选错了 然后选到了这个北京区啊 后来我又回了这个上海区 呃 那么这个后来在上海呃 网同期的话一直陆陆续续啊 差不多一直玩到了金山 金山公司接手这个实际时代 金山公司接手实际 我中间陆陆续续啊 这个呃 离开过比如说半年 然后又回来再离开个一年再回来的 陆陆续续呃 离开回来离开回来很多次啊 那么直到后来这个金山后来为什么最后我没再回来呢 呃 后来因为这个金山接手之后 他出了一个非常坑的一个这个规则 就是原本华裔的时候你离开一年两年的都没关系 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金山那会儿的话出了个非常坑的规则 就是你你的号一百八十天半年不登陆啊 就会直接都直接塞好 这连现在的这些服都不如啊 这个现在服都是永久保留数据的 那金山服的话半年不上号就直接塞好 直接导致我这个号 后来半年不上号直接被塞掉了 这我也是对的啊 你玩到了初纪念的话就不玩了是吧 我的天呐 呦我去啊 我在我在看好上面队伍上面队伍直接卸菜了呀 哎呦我天呐 好吧这个我只能说很抱歉啊 上方队伍 还记得我刚刚刚开始看好你的时候 你还杀了他下方队伍的两只宠物啊 完了以后我觉得你站住优势的 没想到现在你直接崩盘了 我的天呐好吧 这个我只能说很抱歉了 那个呃我就不应该来观战你的 那没想到我不观战你 你局面还能发挥的好一点呢 我们换个队伍来看啊 这这这这这现在这个队伍 就好这俩队伍不错啊 这俩队伍都是五人的 我咱就看这这这个队伍啊 呃我记得今年出了那会儿之后 那会儿是出了这个群弹技能 就是群攻技能 那个技能真的很坑啊 以前这个石器我记得在没有出职业之前 石器同时也没有出这个群弓技能之前 石器的这个PK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你要预判啊 你要这个放这种各种各样的精灵啊 什么的蛮有劲的 单P也很有乐趣 那但是后来出了这个群弓技能的时候 就没劲了 群P是这个呃五个人宠物啊 龙和宠啥的 然后的话一堆群弓技能一堆弹砸过去啊 单P的话就是弹你砸弹我砸弹啊 然后互砸一波看谁先中精灵 然后的话再用别的技能来打 瞬间就没了乐趣 呃 这一点的话这个石器SO里面是没有这个呃 放群弹中群攻技能的啊 只有回旋梯打一排的 这是最多数量的了 那么这个而且回旋梯的攻击加成比较低 所以呢这个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 这点还是不错的 就目前情况来说的话下方就是略战一点小优势啊 哦集会的这个是功能 哇塞那这这不是小优势 这是天大的优势 好了我看下方队伍那 下方队伍的话 这一波的话是占足了优势 没问题的 这回合的话 双方的功能啊 非常聪慧的选择了这个呃防御啊 否则的话就直接被击杀了 啊这个精灵的话加的 还是蛮及时的 刚开始出no no那会的话 no no熊的话还能玩的很开心是吧 麻烦了下方队伍的话也都惨了是吧 诶诶诶有句话叫什么 时不过三啊 诶我第一个队伍被我看好直接携菜啊 第二个的直接两败俱伤全部携菜了 那第二个队伍被我看好的话 那个也被淘汰出局了 但是这个第三个队伍就不会了 因为这个时不过三啊 第三个队伍的话剧情就要扭转了 那咱学过数学的也都知道啊 正所谓复复复得正 那咱咱这个连续这个复复复了两波之后 第三波应该就是正子了 对吧妥妥的 我看好他他赢定了 那这个叫做 咯咯咯的这个展队啊 脱火的啊 而且他现在占足了优势啊 这个弓人的话 他把上方的这个弓人的中拳宠空掉了 完了以后 这个下方队伍的这个配置齐全 同时的话这个显现非常的充足 那 你就喜欢看主播被打脸啊 你还有这种这个 这种癖啊 这我觉得不太好啊 这 这我觉得不太好啊 刚才的话打电话 你说哪队哪队会赢啊 我说下面这队能赢啊 下面这队肯定赢啊 上面这个 功能的这个中拳宠被控了 然后功能这个 呃 这会儿已经是极其可为了啊 几乎马上要挂了 那极其可为 呃 你看这个 这 这回合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他不一定能熬得过来啊 这个下方队伍现在开始激活他了 关键是上方队伍这会儿的话 我被控的这么惨的啊 这个几乎全部被控啊 好 这波解除了 一会儿下方队伍这功能一出手啊 这个 上方队伍的宠物估计会被轻易捕 好 继续激活 上方的话这个激活 呃 就算是防御啊 也得掉三百多血 如果这个五个五个宠物一块打的话 那这个还是要掉一千多血的 那 而功能总共就一千多血 如果后续没有回恩惠之类的这个回血的话 很可能直接被打死 哇塞 本来下回合上方队伍就可以反转剧情了 但是非常不幸啊 他又被 睡眠了 他的中切手又被睡眠了 你这中切手把把被睡眠 这 这你这个哪能出手啊 都没机会出手啊 这把没问题 这把我肯定不会猜错了 那不是猜错啊 不是什么猜错啊 这把我的分析肯定不会错了 那前面两把也都是我进行了精心这个分析的 那 呃 为什么前面两把会出意外呢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 呃 选手没有专心的 那这两回这个这个下方队伍这个选手 我是以前我就看到过这个队伍啊 他打打起这个PK来很认真的啊 所以没问题的 好放了谁属性 你猜错了是吧 什么猜错了 我这是战术分析的那战术分析 你看下方队伍的话 三个这个什么暗影伦龙 这这种手术很稀有的呢 一看这种稀有之虫就知道 这个下面的队伍的话是一个土豪战队 那土豪战队的话 那他那他肯定没问题啊 那不是现在有种这个作弊系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呃 有一种作弊系啊 叫做这个人民币嘛 那哈哈哈哈 哇塞这波的话直接这个 又一下子控掉了三只宠物啊 这个上方队伍这空了完全没有机会出手 而且还得受到下方队伍的这个激活 啊下方队伍的上方队伍的话 用了一波这个会先踢 啊全这个直接恩惠里这个进进化了一波 刚才那个进化应该就是第一名的这个选手啊 呃他这个下方这个战队他应该就是三名人 然后的话配上一个第一名这个高血或者高防人 然后再配上一个这个呃高功能啊 就是我说的之前那个四名人一公人的一个变种 上方队伍的话好像就没有那个第一名人 所以导致他下一个他每个回合都有可能出现这种被控的这种局面呢 他下方队伍好像也有一个中名人 他这个敏捷把控的蛮好 他每次都是把对等对方这个什么呃 人员都出手完了以后他才这个一波这个呃 就是精灵啊甩过去